普法看短剧 剧剧不离法 我们的故事主人公马小凡和妻子常有力 出去度蜜月 但是住这个房间的时候 发现这个房间被人拍摄了 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走吧 快点了 行 赶紧的吧 我这就扎去 好嘞 哈喽 各位老铁 各位家人们 俗话说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宾馆大的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今天咱们去看看这间房啊 退房之前住的都是啥人 走 来 咱们看看啊 哎呀 是家说想造手指 全用了的还是咋的 咱也不知道 挺会过的是不是 看看这边 哎 看看 看看 这一滴垃圾啊 这宾馆真不是自己家了 这给货货 咋的 你扔一滴垃圾 不得服务员给你收拾啊 可自己家也这么扔 没有素质 哎 你看着没 这垃圾人啊 身份证还旺 大家看看啊 哎 马小凡 常有力 大家记住了 记着这俩名啊 这没素质的人 这样没素质的人 是只配跟垃圾在一起 哎 老铁们 我做的对吗 如果值得对 大家小红心走一步 哎 干什么呢 我 我拍视频呢 我都看见了啊 给我删了 不是 你凭啥让我删呢 我不删 你拍我房间还拍我身份证 快点 什么就你 我这是宾馆 是公共空间 你知道不 我就不删 我赶紧 你给我传网上去了 你这东西吗 赶紧给我删了 哎呦 我不删能咋的 你给我铁 你不删我就不让你走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 你限制我自由 你犯法了 说的都没用我干净 你客气什么呢 咱俩赶不上火车了 媳妇 就这个人偷拍咱俩房间 说咱屋里乱 垃圾多 我让他删他还不删 哎呀 不删不删 把咱俩赶放了 他拍你身份证了 拍我身份证了 发网上了 发网上了 我那照片那么偷 别给我删了啊 要我挠你了 让常有力这个身份证 都已经被传到网上去了 他更在乎的是 我这个形象有没有被修一修图 好不好看 而且拍摄那个男子又说了 说你要不让我走的话 就是你限制我自由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是谁 侵犯了谁的权利 在没有退房之前 他不是公共空间 那当然是私人空间了 即便我退了房 身份证也是我私人物品 对吧 你拍我私人物品挂在网上去 你本身就侵犯了我个人的隐私权 这是其一 其二呢 你至于说限制人身自由 我也仅仅是这个 这一刻没让你走 我又没关押你24小时 我认为不算 当时如果说真的没收拾 你这样网爆眼睛都不行 你传到平台上 大家对社会语论亦谴责 造成一个多严重的后果 都不能控制 有因为这点语论的 精神不好的 自杀的什么都有 所以不能这么不负责任 首先这个案例 我们要看两种状况 或者说两个层面吧 首先这个拍视频的 他如果说拍了是这个 他们的房间 要看这个房间当时是出于什么状态 那这个一旦我订了这个宾馆 那这个时间的这个房间呢 就算是我的一个私密的空间 那不允许我的进入的话 你显然你也没有权利来进入 更别说拍摄了 那另外呢 我看到这个拍视频的人啊 他也拍了这个小情侣的这个身份证 那么你擅自拍摄他人的身份证 同时呢 把这个身份证想上传到网络空间 那这个显然是违法的 这个因为身份信息 属于个人的私密的信息 而且呢 因为身份信息 可能会导致这个个人的 其他的相关信息也会被暴露 或者可能是他这个身份证的一个主人啊 他的其他的财产的权利 都不会受到侵犯 所以这个行为本身肯定是违法的 其下来它是隐私权 好 说到了隐私呢 我们又想起了民法典 即将实施 那民法典也号称是 开启了保护隐私的新时代 而且是首次对隐私这两个字 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私权有保障 私密空间被保护 人格尊严被守护